《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出世云与秦刘姥姥一进荣郭府,提约,朝寇富儿门,富儿游位族,虽无千金愁,皆比胜骨肉。 却说秦时音听见宝玉从梦中换他的乳鸣,心中自是纳闷,又不好细问。 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园堂来,瞎了两口,虽起身整意。 习仁伸手与他寄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虎得忙退出手来,问是怎么了。 宝玉红掌了脸,把他的手一碾。 习仁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本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见通人事,经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差一半了,不觉也羞地红掌了脸面,不敢再问。 仍旧离好意上,碎至甲母出来,胡乱吃逼了晚饭,过这边来。 习仁盲趁重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终衣来与宝玉换上,宝玉含羞央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 习仁一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 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诗细说与习仁听了。 然后说至景患所受隐语之情,修得习仁掩面浮身而笑,宝玉一宿洗习仁,容眉娇俏,碎强习仁同灵景患所训隐语之事。 习仁素知甲母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违约理,虽和宝玉偷视一番,幸得无人壮见。 自此,宝玉是习仁更比别个不同,习仁代宝玉更为尽心,暂且别无话说。 按荣府中一宅人核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是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蛮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 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芳妙,恰好胡从千里之外,戒斗之威,小小一个人家。 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 你到这一家姓神名谁,又与荣府有甚瓜葛,诸公若显所似粗鄙呢? 则快置下此书,另命好书去醒目,若为辽可泼闷时,带蠢物逐细言来。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乃本地人士,姓王,祖上曾做过小小的一个金官,新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 因他王家的势力,便连了宗认作者。 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只有此一门,连宗之族,语者皆不认识。 目经其族已故,只有一个儿子,名患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 王成心今一因病故,只有妻子,小名狗。 狗一生一子,小名本儿,嫡妻流逝,又生一女,名患亲儿,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 因狗而白日间又做些生计,流逝又操警救等事,清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 狗虽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出过活,这刘姥姥乃是个今年的老寡妇,膝下幼无儿女,只靠良母博田度日。 经这女婿接来养货,岂不愿意,遂一行一计,帮衬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 因这年秋近冬初,天气冷江上来,家中东市未伴,狗未免心中烦绿。 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闲寻气恼,流失也不敢顶撞,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爷,你别撑住我多嘴。 咱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成成的,手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 你见一年小的时候,拖着你那老家之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 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 如今咱们虽离城住住,终是天子脚下。 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在家挑他惠子也不中用。 狗听说,便急道,你老只会抗托而伤婚说,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 刘姥姥道,谁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儿大家财度,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回子呢? 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成你们还好。 如今自然是你们拉应时,不肯去亲近他,古书院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 他们家的二小姐住时想快,会带人,道不拿大。 如今现是荣郭福甲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连贫续老,最爱摘僧尽道,舍迷舍前的。 如今王府虽生了辩认,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和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 要是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刘士一旁接口道,你老虽说的是,但只逆我这样个嘴脸。 怎样好到他门上去的? 嫌不嫌,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 没得去打嘴现实,谁知狗利明心最重,听如此一说,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 又听他妻子这话,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说,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先试试风头再说。 刘姥姥道,哎呀,可是说的,鸿门深四海,我是个什么东西,她家人又不认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 狗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带了外孙自拔,先去找陪放周睿。 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睿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 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 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住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 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意,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宫府侯门见一见事面,也不枉我一生。 说必,大家笑了一回,当晚记忆已定,次日天未明,刘姥姥便起来熟悉了,又将把教训了几句。 那把才五六岁的孩子,一无所知,听见刘姥姥带他进城逛去,便喜得无不应成。 于是刘姥姥带他进城,找至宁荣街,来至荣府大门石狮子前,只见猝猝叫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 且打了打衣服,又交了板几句话,然后蹭到脚门前,只见几个挺胸蝶肚直说画脚的人,坐在大板凳上,说东谈西呢。 刘姥姥只得蹭上来问,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他一会,便问那里来的,刘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放周大爷的,凡那位太爷替我请他老出来。 那些人听了,都不愁彩,半日方说道,你远远地在那墙角下等住,一会子他们家有人就出来的。 内中有一老年人说道,不要误他的事,何苦耍他,音响刘姥姥道,那周大爷已往南边去了。 他在后一带住住,他囊子却在家,你要找时,从这边绕到后街上后门上去问就是了。 刘姥姥听了谢过,碎鞋了板,绕到后门上,只见门前歇着歇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玩耍物件的。 闹吵吵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嘶闹,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我问瓜医生,有个周大囊可在家吗? 孩子们道,那个周大囊,我们这里周大囊有三个呢,还有两个周奶奶。 不知是那一行当的,刘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放周瑞。 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我来。 说着,他要蹿蹿地引着刘姥姥进了后门,这一院墙边,只与刘姥姥道,这就是他家。 又叫道,周大娘,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我带了来了。 周瑞家的在那听说,忙营了出来,问,是那位。 刘姥姥忙营上来问道,好呀,周嫂子。 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姥姥,你好呀,你说说。 能几年,我就忘了,请家里来做吧。 刘姥姥一臂里走着,一臂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 那里还记得我们呢,说着,来自房中,周瑞家的命故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住。 周瑞家的又问把道,你都长这么大了,又问些别后闲话。 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 刘姥姥便说,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 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至一半了。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之几分来意。 只因新年她丈夫周瑞争买田第一事,其中多得狗之力,经见刘姥姥如此而来。 心中难却奇异,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 听如此说,殿孝说道,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叫你见个真佛去的呢。 论理,人来客之回话,却不与我相干。 我们这里都是各站一样儿,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时只带着小爷们出门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 建议你原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 我就破个例,给你通个兴趣,但只一见,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 如今太太进不大管事,都是脸二奶奶管家了,你道这脸二奶奶是谁? 就是太太的那只女,当日大九老夜的女儿。 小明奉歌的,刘姥姥听了,喊问道,原来是她,怪道呢,我当日就说她不错呢。 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她了。 周瑞加的道,这自然的,如今太太是多心烦,有客来了。 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 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带,就宁可不惠太太,倒要见她一面,才不往这里来一遭。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全赵嫂子方便了。 周瑞加的道,说那里话。 俗语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不过用我说一句话罢了,害着我什么。 说着,便叫小丫头道道听上悄悄地打听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了没有,小丫头去了。 这里二人又说些闲话。 刘姥姥应说,这凤姑娘今年大还不过二十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 周瑞加的听了道,我的姥姥,告诉不得你呢。 这位凤姑呢,年纪虽小,形势却比世人都大呢。 如今初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新颜子。 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她不过。 回头你见了就信了。 就只一见,带下人未免太严些个。 说着,只见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一摆完了饭了,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 周瑞加的听了,连忙起身,催着刘姥姥说,快走,快走。 这一下来她吃饭是个空子,咱们先赶着去。 若迟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难说话。 再歇了宗教,越发没了时候了,说着一起下了炕,打扫打扫衣服,又交了板几句话。 随着周瑞加的,威仪往假脸的住出来,先到了道厅,周瑞加的交流姥姥安插在那里,列等一等。 自己先过了隐闭,进了院门,知凤姐位下来,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幻平儿的。 周瑞加的先将刘姥姥起出来力说明,又说,今日大远的特来请安。 当日太太是常会的,今日不可不见,所以我带了她进来了,等奶奶下来,我细细回名,奶奶想也不责被我莽撞的。 平儿听了,便做了主意,叫他们进来,现在这里坐着就是了。 周瑞加的听了,方出去引她两个进入院来,上了正房台机,小丫头打起星红粘帘,踩入堂屋,指纹一阵相扑了脸来。 竟不便是和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屋都要眼睁光的,使人头悬目眩。 刘姥姥此时为点头砸嘴念符而已,于是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假脸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 平儿站在抗炎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只得问个好让座。 刘姥姥见平儿便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帽的,便当时奉姐儿了。 才要称姑奶奶,忽见周瑞加的称她是嫔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加的称周大娘,方之不过是个有些体面的丫头了。 于是让刘姥姥和爸儿上了抗,平儿和周瑞加的对面坐在抗炎上,小丫头子挣了叉来吃茶。 刘姥姥只听见了当落当的响声,带有似乎打罗柜山面的一般,不免东桥西望的。 忽见堂物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称驼般义务,却不住的乱谎,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身用呢? 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惊中同庆一般。 不妨倒虎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 方玉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骑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周瑞加的雨平儿忙其身,命刘姥姥只管等住,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都迎出去了。 刘姥姥平生侧耳末后,只听圆圆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妇人,一群稀疏,溅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 又见两三个妇人,都捧着大旗捧河,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了声百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几个人。 半日鸭却不闻之后,胡见二人弹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森裂。 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伴儿一见了,便吵着要肉吃,刘姥姥一巴掌打了她去。 胡见周瑞加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而叫她,刘姥姥会议,于是带了板儿下炕,置堂屋中,周瑞加的又和她激估了一会。 方过这边屋里来,只见门外在铜沟上悬着大红洒花软帘,南窗下石炕,炕上大红粘条。 靠东边板壁立住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影枕,铺着金心绿闪断大坐入,旁边有雕气弹河。 那凤姐儿家常戴着秋版雕鼠招军套,围着攒猪肋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克斯灰鼠披风,大红扬皱银鼠皮裙,粉光之燕,端端正正坐在那里。 手内拿着小铜火柱儿拨手炉内的灰。 平儿站在炕盐边,捧着小小的一个田七茶盘,盘内一个小盖中,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地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 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佳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住呢。 这才忙于起身,游位起身时,买面春风地问好,又撑住周瑞佳的怎么不早说。 刘姥姥在地下已失败了数败,温姑奶奶安。 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掺起来,别拜吧,请坐。 我年轻,不大任的,可也不知是什么背数,不敢称呼。 周瑞佳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 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抗炎上坐了。 百变躲在背后,百般地哄她出来作衣,她死也不肯。 凤姐儿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 知道的呢,说你们欺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妻小人。 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刘姥姥盲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 没得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住也不像。 凤姐儿笑道,这话没得叫人恶心,不过皆赖住祖父虚名, 做了穷瓜,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 所以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 说着,又问周瑞嘉的回了太太了没有,周瑞嘉的道,如今等奶奶的事下。 凤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贤儿呢就回,看怎么说,周瑞嘉的答应住去了。 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鱼板吃,刚问些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 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课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你就带进来现办。 平儿出去了,一会进来说,我都问了,没什么警示,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头。 只见周瑞嘉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 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声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 刘姥姥道,也眉声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 周瑞嘉的道,眉声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 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地眼色与刘姥姥。 刘姥姥会议,未雨先飞红的脸,遇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仁耻说道。 乐里皆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地问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得说了。 当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丝们回说,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 凤姐忙指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容大爷在那里呢? 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念慕清秀,身材俊俏,清求宝带,美服华冠。 刘姥姥此时做不事,力不事,藏眉处藏。 凤姐笑道,你只管做主,这是我侄儿。 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抗檐上做了,贾荣笑道, 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旧太太给婶子的那家玻璃抗瓶。 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百一百就送过来。 凤姐道,说迟了一日,索我已经给了人了。 贾荣听着,嘻嘻地笑住,在抗檐上半跪道, 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爱一顿好打呢。 婶子只当可怜直霸。 凤姐笑道,也没见你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 你们那里放着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偏我的就是好的。 贾荣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吧。 凤姐道,若碰一点,你可仔细你的皮, 因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抬去。 贾荣喜得眉开眼笑,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 说着便起身出去了。 这里凤姐忽悠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容个回来, 外面几个人接声说,容大爷快回来。 贾荣忙腹身转来,垂手实力,听和指示。 那凤姐只管慢慢地吃茶,出了半日的神, 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吧。 这回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 贾荣应了一声,方慢慢地退去, 这里刘姥姥心神方定,才又说道, 今日我带了你折来。 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 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拍头儿, 只得带了你折奔了你老来。 说着又推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 打发咱们做沙士来,只顾吃果子里。 凤姐早已明白了,听她不会说话, 应笑直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 因为周瑞家的,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 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脸, 那里还有吃饭的功夫脸。 凤姐听说,盲民快传饭来。 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 摆在东边屋内,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把过去吃饭。 凤姐说道,周姐姐,好生让这些儿,我不能赔了。 于是过东边房里来, 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她才回了太太, 说了些什么,周瑞家的道。 太太说,他们家园不是一家子, 不过阴出一信,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做官, 偶然连了踪的,这几年来也不大走动。 当时他们来一遭,却也没空了他们, 究竟来了瞧瞧我们,是她的好意思, 也不可减慢了她。 便是有什么说的,叫奶奶才肚住就是了。 凤姐听了说道, 我说呢,既是一家子, 我如何连语也不知道。 说话时,刘姥姥已吃毕了饭, 拉了板过来,抹蛇扎嘴的道谢。 凤姐笑道,且请坐下, 听我告诉你老人家。 方才的意思, 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 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 但如今家内杂食太烦, 太太见上了年纪, 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 况是我进来接着管些事, 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 二则外头看住随时烈烈轰轰的, 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 说与人也未必信罢。 就你既老远的来了, 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 怎好将你控回去呢? 可巧琢太太给我的丫头们 座椅上的二十两银子, 我还没动呢, 你若不嫌少, 就暂且先拿了去吧。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 只当是没有, 心里变秃秃的。 后来听见给她二十两, 洗得又浑身发痒起来, 说道, 哎, 我也是知道艰难的, 但俗语说的,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凭她怎样? 你老拔跟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周瑞加的见她说的粗笔, 只管是眼色指她。 凤姐看见, 笑而不彩, 只命平儿把佐那包银子拿来, 再拿一吊钱来, 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 凤姐乃道, 这是二十两银子, 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吧。 若不拿着, 就真是怪我了, 这钱雇车作罢, 改日无事, 只管来逛逛, 方是亲戚们的意思。 天也晚了, 也不需留你们了, 到家里该问好的, 问个好儿吧。 一面说, 一面就站了起来, 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 拿了银子钱, 随了周瑞加的来至外面。 周瑞加的道, 我的娘啊, 你见了她怎么倒不会说了, 开口就是你侄儿, 我说句不怕你脑的话, 便是亲侄儿, 也要说和软些。 容大爷才是她的正经侄儿呢, 她怎么又跑出这么一个侄来了。 刘姥姥笑道, 我的嫂子, 我见了她, 心雅礼爱还爱不过来。 那里还说得上话来呢, 二人说着, 又到周瑞加做了骗食。 刘姥姥便要留下一块银子 与周瑞加孩子们买果子吃。 周瑞加的如何放在眼里, 执意不肯, 刘姥姥感谢不敬, 仍从后门去了。 正是, 得意农食一阶纪, 受恩深处圣亲朋。